一人必因信得生 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我们必是因信得生 义人因何得生呢?因信 义人因信得生 事实上,信这个词非常普通 但它是圣经的核心内容 义人必是因信得生 义人靠什么生活呢? 义人靠着对神的信仰生活 我希望我们能从这部分内容得到启迪 因为我们有肉体 因为圣灵支柱在我们身上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思想解释圣经 却不知道圣经里所隐含的真实意思 虽然我们能在字面上解释圣经 我们同时有肉体又有圣灵 因此圣经说 我们义人因信得生 因为我们罪已得赦免 但问题是肉体不能行善 问题是我们也有肉体 所以在始度情况下 我们根据肉体做判断 有时我们用肉体过有的思想做判断 辨别是非 因此 说到信仰时 我们不完全相信它的道 但是 圣经说 义人只能因信得生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可以想 不能因信得生的义人在哪里? 你为什么强调这段经文呢? 它不只是圣经里的一段经文吗? 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解这段经文 我们必是因信得生 我们想解释某些事情 才认识到今天的无知 虽然我们认为 在思想上已经了解透彻 这人和谁对抗呢? 没有重生的人凭自己的思想 和肉体做斗争 重生的人和谁做斗争呢? 那人里面的灵魂和肉身相互斗争 你们或是想 我为什么重复你们已知的内容 但我愿意反复解释 因为这是值得说的 即使在重生的渗透里 他的身体和灵魂不断的争斗 因为他也有肉体 肉体有本能 他喜欢收服的生活 想解决所有的问题 而不是因信得生 艺人在身体上也有本能 希望顾着舒服 完美的生活 实现完美 不犯错误 而绝非神告诉他们那样 因信得生 所以艺人的肉体 从事守灵的工作时 也希望实现完美 完全无缺的解决 每一个守灵的问题 同时希望在肉体上 完美无缺 但是 人靠肉体能过上信仰的生活吗 正如保罗所说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罗马书第七章十九节 肉体决不能行善 我们肉体有本能 希望在神面前过得富力堂皇 尽管肉体只能作恶 我们不能靠肉体 故信仰生活 所以严格的说 靠肉体 故虔诚的生活 绝不是正确的信仰 从圣经上的观点来看 我们思想上有矛盾 本能的对待神 实现肉体的完全 靠肉体 故信仰生活 没有任何问题 是不可能的 人的身体如同尘土 圣经说 我们思念 我们不过是尘土 诗篇103章十四节 身体甚至像蒸汽一样 短暂显露又消失 因为它不完全 重生人和没有重生者的肉体 有能力不犯罪吗 重生人能避免犯罪吗 如果身体做到不犯罪 我们没有必要因性得生 那么 我们靠肉体的力量 能生活吗 我们肯定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 我们是否知道和承认 身体过于软弱 会即使犯罪 不乱我们重生与否 我们对肉体了解多少呢 我们对自己了解多少呢 你们或是认为你们对自己了解了百分之百 但你们自我认同的不是你们的真实品质 因为你们没有真正相信自己有罪 你们认为百分之几了解自己呢 即使百分之五十也太多了 人们通常了解自己只有百分之十 最多百分之二十 实际上 他们只能知道自己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 尽管他们认为自己百分之百了解自己 当他们认为自己做了可怕的坏事 他们便感到不安 离开主 然后他们怀疑自己能否至终坚持信仰 他们得出结论 这是不可能的 污水和垃圾 从肉体的思想的管道里 风涌而出 好像他们不可能因信雇虔诚的生活 哦 我认为不可能再随主了 我认为我的罪孽一次性得头后 我的肉体会好起来 但我的肉体依然软弱 我不完全 尽管我重生已经很长时间 肉体无肉 丑陋 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 我们也特别不想承认我们肉体上的过失 所以 当我们看到肉体里流出属于气血的思想时 我们不能过好信仰生活 我们绝不能靠肉体雇信仰生活 什么是人的肉体呢 靠自己的努力经过充分的胜炼 人类的身体能够渐渐的胜化 在神面前雇上完美的生活吗 完全不可能 肉体只能犯罪 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那么 一人如何得胜呢 你们有错误的时候 不属耶和华所小日母习的这一切命令 就使耶和华借母习一切所吩咐你们的 自那日已至你们的世世代代 若有物行 使惠众所不知道的 后来全惠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反计 并照典章把宿祭和电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作为新乡之祭 又献一只公三羊作为首罪祭 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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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有一个人物犯了罪 他就要献一岁的母三羊做守罪祭 那物行的人犯罪的时候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守罪 他就必蒙赦免 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祭祀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若物行了什么事 必归一样的条例 明俗纪十五章二十二字二十九节 你们有错误的时候 不守耶和华所小日母系的这一切命令 圣经里有使徒表述 朱柔不经意犯罪 肉体不经意犯罪 不该做的事情做了 我问你们肉体是否可能完全 但肉体不可能完全 即使我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起初 肉体完全是溢的 就在我们得手之后 但事实上 它无作用我们揭露自己 反倒隐藏我们 肉体始终溢出垃圾和罪孽 肉体始终犯下神所憎恨的罪 肉体不是无数次犯罪吗 肉体能始终像神希望的那样生活吗 不 肉体始终做神不希望做的事 肉体始终犯罪 不受控制 神的律法包括十节和详细的六百一十三条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不可网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租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恨人的房屋 开头的世界是在处理与神的关系时 必是遵守的 其余的戒律 宠第五到第十条 是人力间必是遵守的戒律 但肉体高兴胜从律法吗 马路上标明白线 方便行人安船过马路 但肉体从不想遵循交通法 有些人在众目睽睽下 横穿马路 而白线竟在咫尺 事实上 他们不愿意守法 周围没有人在时 他们横穿马路 无视交通规则 肉体犯罪 不由自主 如果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就应该遵守交通标志 无论人们是否监视他们 但是这些行为只能通过肉体去旅行 我们不愿意跟着交通标志 故马路 尽可能不遵守 那么神赐我们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律法叫我们知罪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 因律法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罪人 总会触犯实戒 我们死中犯罪 律法要求我们行善 不作恶 然而 我们的肉体死中犯罪 因为肉体太软弱了 不能守法 圣经说 义人应信得生 但是 只有这种肉体的义人 他如何应信得生呢 他们在肉体里也不能靠律法得生 所以 他们如何得生呢 义人应信仰神而得生 圣灵希望圣从神的旨意 但是肉体死中会犯罪 违反实戒的所有条款 肉体能留犯罪 今天犯这个罪 明天犯那罪 有些这些肉体喜欢犯 比其他的罪更喜欢 人类的肉体 毕生犯罪 这是正确的吗 让我们观察 第五条诫命 尊敬父母 这是完全合理的 人们力求 遵守这条诫命 然而 他们无法死中的遵守 所以 暂且让我们割下讨论 下一条是 不可杀人 我们大家都在思想上杀人 只有少数人听从了肉体 实施杀人 但是 让我们同样割下这个问题 因为杀人是严重的犯罪 接下来的是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这些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容易犯的罪 有些人天生 只有偷盗和奸淫的才能 他们犯罪诚信 他们不也贪恋吗 圣经说 贪恋也是一种罪 他们也善意从别人那里 盗吃他人的财产 偷盗 肉体无论什么时候 都会做出这些恶事 让我们假设 我们在这十种罪中 只犯了一两种罪 那样能使我们在神面前 成为义人吗 不 那样不能 我们靠肉体不能在神面前 成为义人 因为即使最轻微的罪 也是罪 肉体反复犯罪 今天犯这个罪 明天犯那个罪 直至我们死亡 肉体在神面前 只能犯罪 直至我们死亡 所以 你们在神面前 可曾有过一天的 洁净与成圣呢 让我们撇开灵魂 只看肉体 你们在神面前 从不犯罪 靠肉体完美吗 人即使在肉碎的时候 也犯罪 他即使碎梦里 也在享受 荣熟的画面 我们死亡都犯罪 神叫我们不做 但肉体反而斥作 叫我们做的 反而不做 即使我们的罪孽 被涂抹 肉体也死亡不变 我们如何得以完全呢 如果我们肉体不完全 什么是圣化的办法呢 通过耶稣不可能吗 我们犯过这些罪 我们在耶稣面前 犯过罪吗 是的 我们犯过罪 你们现在犯不犯罪呢 是的 我们犯罪 我们即使犯罪吗 是的 我们即使犯罪 只要我们有肉体 我们就至死都会犯罪 我们是罪人 只能犯罪 直到我们最后一口气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从 所有的罪孽中得救呢 首先 如果你们还没有重生 你们必须承认自己 在神面前就是罪人 托母你们的罪孽 得救后 我们无时再承认 我们是罪人 但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犯过罪 我们犯罪时 我们应对照律法思考 承认我们的罪孽 即使我们的肉体 有时在借行善之名 做些好事 我们必须承认 罪就是罪 我们应信得圣化 那么 我们认罪后 如何解决罪的问题呢 我们相信耶稣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当当我们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受审判 收回我们的罪孽 而成圣吗 是的 我们相信耶稣受洗时 肉体所放的一切罪孽 都涨价到他身上 得以圣化 那么这段经文 义人必因信得圣 是什么意思呢 有信就是信仰圣灵 而不是肉体 只有信神 他的道 他的律法 和他的熟救 才能圣化我们 我们信仰他 成为义人 才能完全 这是真是假呢 这是真的 肉体依然软弱 软非完美 即使我们领受罪孽 得失后成为义人 圣经说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罗马书第十章 第十节 但肉体始终远弱 不完全 就像使徒保罗的肉体一样 因此 我们靠肉体 既不能成为义人 也不能渐渐达到义 肉体不能过义人的生活 义人生活的唯一办法 就是信神 即接受神 赐于我们罪孽赦免的恩赐 我们能得胜 保持住义人 永远依靠我们 从神那里接受的义 信他享受容生 我们的生活 取决于我们对神的信仰 所以圣经说 义人应信得生 我们应信得以圣化 有信 应信得生 保持神的义 尽管肉体不义 想渐渐圣化 是愚蠢的行为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只有当我们接受神的帮助 信仰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和我们的牧羊人时 我们才能生活 所以使徒保罗引入旧约的哈巴古书说 义人必应信得生 他还说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 什么是神的义呢 和人的义一样吗 一点点减少罪孽 能圣化我们吗 我们完全是因为我们信仰耶稣 或者有信后不再犯罪了吗 神的义只写明在福音里 只有罪得赦免才能完全圣化我们 因为我们靠肉体绝不能成为义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 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 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因信成为义人 成为义人后 他只能靠信神得生 我们因信成为义人 保持神的义 接受他所有的赐福 我们必失因信得生 因信得生就是这样 人的意志比沙塔更容易崩溃 无论多么强大 他会说我要这样做 那样做 主 但是肉体做不到 我们领受设罪后 应对主的信仰守罪的道和律法得生 如果我们长时间过信仰生活 肉体会变得和蔼 高尚和聪明吗 绝不 所以因信得生就是完全信仰神 我们绝对信仰福音 因对他信仰而领受神所有的赐福 成为义人 义人因信得生 那就是说 我们因信神而得生 你们相信吗 是的 你们肉体不是期望太多吗 你们是否想 我只期待20% 但我的肉体在这方面仍然是好的 虽然我的肉体在其他方面不好 但是圣经说 但是圣经说 义人当因信得生 神说 人靠肉体不能得生 即使0.1%也不能 你们有决心守信 不放罪 哪怕期望肉体 一点点 直至主的再灵吗 尽管我们犯了十多罪 我们应信耶稣 成了义人 如果不信耶稣 我们在肉体上就是罪人 无论我们都能恩赐 当我们百分之百信仰耶稣时 我们就能得到圣化 但当我们不能百分之百信仰他 我们就成了罪人 只要我们犯罪不多 神就高兴吗 如果我们靠肉身成为义人 神会喜悦吗 神的义使我们成为义人 让我们阅读 罗马书第三章一至八节 这样说来 犹太人有什么强处 割离有什么异处呢 反是大有好处 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即便有不信的 这又有何妨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 就废掉神的信吗 断乎不能 不如说 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谎的 如经上所记 你责备人的时候 显为公义 被人意乱的时候 可以得胜 我却照着人的谈话说 我们的不义 若显出神的义来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神嫁怒 是他的不义吗 断乎不是 若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若神是真实 因我的狮黄 越发显出他的荣耀 为什么我还受审判 好像罪人呢 为什么不说 我们可以作恶 以成善呢 这是毁谤我们的人 说我们这话 这等人是定罪 是该当的 罗马书第三章 一到八节 使徒保罗说 我们的不义 若显出神的义来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神嫁怒 是他的不义吗 神以他的恩典 拯救肉体 致死都要犯罪的人 是不义和错误的吗 使徒保罗质问那些 嘲笑他的人 意思是说 我们的远入热显明 把我们拯救出 一切罪孽的神的义 就更伟大 使徒保罗把这话 说给那些 疑惑必生犯罪 如何才能得以 圣化的人听 他说 人类的软弱 是为了写明神的义 身体只能犯罪 直至最后一口气的人类 通过他们的软弱 写明神的义的伟大 如果人靠自己的努力 以及神的义成为义人 如果人97%靠神的帮助 3%靠自己的努力 则神的义一钱不止 保罗说 唯独神能借着耶稣基督 拯救那些致死不断犯罪的人 所以我们的不义 显明神的义的充盈 肉体只能每天犯罪 直至死亡 他即使一天也不能完全 耶税完全把那些不足的罪人 拯救出他们的罪孽 更加显明神的义 所以使徒保罗说 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做恶意成善呢 这是毁谤我们的人 说我们有这话 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 罗马书第三章第八节 我们靠肉体能成为义人吗 领受罪孽得失后 我们的肉体能完全吗 肉体做不到 你我不可能脱离世人 靠肉体成为义人 不能 但主完成拯救我们没有呢 是的 主完成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如果我们传心传意的信仰耶稣 我们有罪吗 没有 无论我们多么不义 我们都无罪了 主说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背试 所有启示 总要向主谨守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事都不可以起 不可以指着天起事 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指着地起事 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也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事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墩的金城 又不可以指着你的头起事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变黑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马太福音第五章 三十三字三十七节 起事本身就是罪 因为你们不能遵守誓言 所以以后既不要启示或保证做什么事情 只要信仰神的话 那样你们就能得身 如果你们信仰他的义 你们就能成为义人 如果你们信仰他 主会帮助你们 人们充满幻想 我们有肉体的标准 根治肉体的乱断 因为我们有肉体 因此我们心里有一位判官 他和信仰神的道没有关系 我们身上有两位判官 一位是我们自己 另一位是耶稣 所以他们俩都想统治我们 我们常常制定肉体的律法 根治肉体做乱断 因为我们有肉体 肉体告诉我们 即使你们即使犯罪 你们也是好的 即使你们肉体不是一百分之百的义 我也批准你们成为义人 肉体的判官始终打着高峰 但是神义的判官要求我们百分之百无罪 他是神圣的 我们只有因信领受罪孽得赦 才能成为义人 因此福音的信徒始终能达到神的义 我们已经成了义人 信神的人才能真正得生 他们因神的帮助而得福 义人因信得生 这意味着非信徒和那些靠肉体生活的人 不能得生 我只能为你们讲述这幅制服画传的一小部分 我反复告诉你们 详细解释着思想 就像我们反复的煮骨头汤 直至骨头汤呈现白色一样 我们是要信仰 知道圣经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多么信仰他 有些人在圣经里只信神的创造 有些人相信神创造了天和地 相信耶稣只清洗了我们的原罪 他们相信他们的日常罪因每天得洗 他们根据肉体的律租出了自己的乱断 我们相信多少呢 一人因信得生 只有因信才能做一人 得生 从其实到末了 我们都是要信神 所以我们信仰多少呢 你们是否怎么喜欢就怎么衡量自己 被禁锢在肉体的思想里 认为我做得很对 我的肉体是善的 或者说我太软弱不能信神 你们可曾给自己打分 今天打80% 明天打95% 但某些日子只打5% 心想 如果我没有重生会更好 你们那样考虑吗 是的 我也是 我有时的确那样 即使我在泄愤时 我也想 如果我以前不信主 不知道他就更好了 看起来因信过虔诚的生活 更艰难 看起来因信过虔诚的生活 更艰难 直到现在都很糟糕 看看未来 回想过去 我净退两难 我直到现在 多过信仰生活 值得称道 但从现在开始 我不能随你 我不能随你而行 主啊 自从我认识你以后 我对罪是多么的敏感 自从我认识你以后 我有了使徒思想和标准 我刚跟随你 我的主时 没有正确地认识你 但现在 我没有自信再跟从你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神是圣洁的 完全的 哈 主啊 我不能再跟随你了 我没有自信 因此 神告诉我们 因信得生 因为他充分了解我们 他说 你们必是做义人 因信得福 你们所有的罪孽 都借他的洗礼 斩驾到耶稣基督身上了 当我根据 律法是反省你们的肉体时 你们总是犯罪 所以 承认你们只能犯罪吧 你们的救世主 仇斥了你们所有的罪孽吗 是的 他斩驾了 你们所有的罪孽 都斩驾到你们的救世主 身上了吗 是的 那么 你们有罪还是无罪呢 无罪了 主 拯救你们没有呢 拯救了 乌云密布的日子 将变得阳光灿烂 就像赞美诗唱的 今天我的心里阳光灿烂 我们不能再做罪人 我们想到未来 有可能感到绝望 但当我们因信 顾盼主时 我们的未来 便阳光灿烂 因此 神说 一人都应信得生 你们相信吗 是的 我们应信得救 也应信得生 你们信谁 我们应信神而得生 只有一人能够应信得生 你们相信吗 是的 你们训练入体 能保持神的义吗 不能 入体作恶 入体作恶时 神的意义无效吗 我们再做罪人吗 当然不是 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 第二章十八节说 我素来所拆毁的 若重新建造 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凡相信自己的罪孽 借洗礼 斩驾到耶稣基督身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了他受审判 绝不能再做罪人 不否定耶稣的人 一次性成圣 无罪了 因为他所有的罪孽 都涨嫁到耶稣身上 他绝不能再做罪人 你们理解了吗 是的 拯救我们的神 死终是我们的主 和我们的父 神死终帮助我们 和我们同在 直至世界末了 所以他这么说 因信得生 如果你们信仰我 我就帮助你 天时会服务 你们这些重生的人 天时是神 和我们之间的仆人 他们告诉主 关于我们的一切 神教我们做他的子女 我们本质上是罪人 我们靠肉体的行为 绝不能成为义人 但我们因信成了义人 我们感谢主 主因信成了我们的牧羊人 和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